如果出去航线圈的话 必须要 哇 C秒 小妹扣 啊 呃 刚提巴西上来就遭中 控制一员 大将 这个手感 哎飞机坑就对了嘛 之前这个零售又说过 包括我们之前看天霸的比赛 也知道就是天霸打这个圈形的 之前是比较喜欢去飞机坑的 是的 但是现在两个人去 哦来了 辛苦序呀 找一个 打了两个 这边是明明跟小铃铛同时的开枪起火 初期是顺利的拿下两分 看一下这边印度力 这边好像是想回身反 是的 啊 之前我们也是淘海的 这名选手 他的ID跟马云龙很像 叫他叫李云龙 直接 接过来第一波 nice 穿掉对面 先拿四分 到这一幕以后你会感觉啊 就是直观感觉就是哎 这几个小猴子状态不错 是的 是的 这几个小猴子状态不错 最重要的是物资宝 这个补充了一杯和这个中国台湾代表队两支队务都往圈内进的话会帮助咱们这个中国赛事代表队去吃到圈内的信息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主要是主要是这个地形原因就非常这一 他这一趟都的还真不错呀 嗯很远 从西走到东边看一下目前整个地图当中 这一天你的移动双鞠 呃好像是的 没错 从西边的圈边开到东边的圈边啊 嗯 发现尖底房没人可以去成都看见 但是尖底房是有人的是德国队 但是人数并不是很多 哇感觉 中国台湾代表队他真的是横跨了一张地图 是 从左往右一条直线从左边边缘拉到了右侧边缘 关键是碰到了澳大利亚代表 好厕所的门是开着的往后一丢 对方血量也不是很多 哇这个雷精准秘重 陈志明直接丢到了这个厕所里面 而且其余剩下的队友 血量不是很健康 之前原地有人在抽的 澳大利亚的强性同时的激火箱的话 让中国台湾赛区代表队好像有一点难以 人又不好服 他一旦想想枪的话就安根廷这里 他这两个人就可以过来 然后旁边的邻居也会听到声音 开始对他发起进攻 是的 这波回车会这么顺利吗 对这里的话 台湾赛区代表队 他们是把人扶起来了 我要强冲了忍不住了 但是马提斯这边是连接两人 加上头顶上大枪的枪线 啊 这三分是被阿克廷给收入囊中 呃 越南代表队那边的毒阀 现在就是一环扣一环啊 所有队伍基本上都能看到这个 这个对方的一个侧身或者背身 但是后后点位永远都是有人在盯着他的 所以说没有办法可以做到完美的这个抽吧 哎 这边要接触了 应该是飞销代表队主动出来清边 找到一个漂亮 周平岩打掉一个不要帽子 所以的话对方也是在底坡的位置 限制一下中路的一个输出 小心手雷 哎呦 刚说完这个手雷的话 直接是把周平岩给炸掉了 你看队友的发挥 主要他现在其实双方的一个阵型来看的话 是比较持平的3v3 好漂亮小鹿 中距离m762是将对尖克洛夫 那边有可能会接接住他们的背后 要注意的是现在是四圈的蓝圈伤害啊 来了来了来了 首尔先上来摘掉一个侧身 配合Inonix的前压 Loki这边 啊 美国代表队也过来了 这边打成了四个队伍 变成了四个队伍 而且还有可能变成五个队伍 我看了一眼大集图 好像日本代表他也在往这个方向赶 所以现在要竞圈的话难度确实有点大了 对他们只能去换分了对PCL代表队来说 是的 这个北斜太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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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次由于韩国队的前压导致厕所 手紧的人Lash是直接被芬兰给拔掉了 加倍偷了 这一波现在韩国代表队有点被动 同样的日本赛区也是在侧翼 也想对这边山脉进行反卡 莫里斯击倒了shopshop 小左好像在这个机会里面又打掉了一个 右上角 把英雷撞飞了 可能换分吧 这个时候我感觉稍微偏离一点是ok的 就后续可能三四圈的时候 稍微靠自己靠自己这一侧来一点切脚 对吧 但后续的话你看这个右上的一个切脚 基本上左边都活不下来了 但其实有一部分分数是在飞机坑拿的嘛 对 这波团打成这个样子也确实没有办法拿更多的分 你想四方的一个混战 而且稍微如果这个圈缩慢一点的话 其实当时日本代表的他也过来了 他也在开车往这里赶 那只是看你们打完了 打得差不多了 然后再走的 这种圈肯定是活不了 就看你怎么样去玩过了 你看现在目前圈形的南部 越南代表队和澳大利亚代表队 两边是互相交织在一起 越南代表队的正面枪法 加上Sabao在侧翼 将澳大利亚全速拆命 这里要丢很多烟雾 因为原地还是有枪线一直在抽 这一局就是这种圈形的话原住民的优势无限大 应该可以说是没有压力 深蓝代表队现在也是一个满边的状态啊 这辆车太过来基本上没有任何办法 我捷克了 我被日本代表队刷屏 瞬间拿下四方而里面 芬兰开始去冲了澳大利亚这个防区四方 整个海底方只有两个人的防守一楼只有一个 怎么敢的呀 因为这边好像有一点上头 有可能是在扔头之物的过程当中被击倒的 大家都在用道具打招呼现在 是的 我又撞过来 是的 这个四方就是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两个队伍同时撞你的话 你两边是守不下来的 嗯 但日本队这边跟进做的不够好 嗯是的 呼吸手直接第一时间没了 而且是他们的主要的得分核心Poly没了 你别说偏东次这两个人还防守下来了差不多 再打一个 现在日本代表队就只剩一个人了 是的连续打了三个这波 呃 西法师拉过来 将天然直接补了 走住了另外一边 芬兰也开始进攻了 是的 Degry拿出来 先要补人头吗 但是这是FAX FAX側翼的出枪 因果代表队在 大呢 是已经有人已经去摸到阿尼的背身啊 但是蓝圈就在自己的屁股后面撞一枪 发现了 他这样敢平行移动 确实没想到的 是的 这个信息给了阿尼 阿尼刚才这波已经把道具丢光了 在下一波面对UK的时候 感觉没什么作战的能力 另外 哎呀淘汰掉了 是的 还在给这个远距离打掉 好几个人拿了 知道加拿大代表队只有一个人 而另一次阿尼选择 一步做二步球 直接开冲 车上开疑 但是全被接下来了 真冲不了 哎呀我真发现了 这次比赛在车上的死亡率很高 是 你以不动 有点太 是的 哎草包先发现不拉 这一分等于两分啊 不能有失误 摆了这么久 哈哈 哈哈哈 啊这两分也是帮助运的代表队往前 再 趴了一个 是的 咱打打正面踢步 作为HeroK的主突击手 正面打倒 一个 直接补掉 直接补 很谨慎啊 不着急 哎 应该是等了一个协同雷三颗雷飞过去 哇 哈哈哈哈 天雷啊 应该没什么全面 王 恩 闻